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这话的人特别是很多维权律师 包括很著名的维权律师 我自己的看法多少有点差距 我一直认为 这就像我们那天节目当中提到 中国什么是真的 梦 梦是真的 所以要想共产党存在一天 干脆这件事 你就梦里头想就完了 千万别醒 醒出来就基本歇态 所以梦想成真 那就是假的 梦境之中 那是真的 这就是在中国社会 为什么这么说 我在很多节目当中我提到 我说你注意一下 任何党的官员出了事的时候 只要他是共产党员 一定会用这个词 开出党籍 依法查办 这词用的很绝 我们听的都很习惯 对 这党的伟大 开出党籍 依法查办 肯定就对了 我说你得反着看 毛泽东孙子跟您说了 跟我们都做了演示 毛泽东的话得倒着看 毛泽东的书都得反着看 你才能看懂 那是他孙子说的 对吧 毛泽东是党的伟大领袖 人死了 臭肉在那放了 照片在那挂了 毛泽东思想还万岁 那就是领袖 肉也有 思想也有 还万岁 那不是就是领袖吗 所以领袖他孙子说 书得倒着看 那开出党籍 依法执办 依法来审判 为什么倒着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没有权利对中国共产党党员 以任何法律上的制裁 一个人只要他是党员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之外 党的话语 今天你到人民日报 你到新华社 所有的媒体都是有这句话 他表明说 我党能够自律 我党能够自己把自己改好 我党是这么做的 我党是那么做的 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平等的求 你自己的话就是这么说的 开除党籍 以法治安 网上有篇文章 这么说 德国之声的文章说 司法第一步 刘志军被开除党籍 这是原来铁道部的部长 那德国人呢 开玩笑 挺斗根 你得戏品 司法第一步 他也说 德国人也明白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系统 对共产党员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在走向司法之前 先把党籍开除 文章讲说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 开除刘志军党籍 并将其应涉嫌贪污犯罪等问题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也明确这么说 我们先检查 所以中纪委厉害 中纪委比法律部长高 比整个司法系统都高 所以大家也看到 政治局常委当中 有一个中纪委的 专管中纪委的 是人家党内的事 他的作用超越于宪法 这就是我说的 法律在中国 大家要看明白 一切的一切是体制造成的 你单纯说 法律要独立 军队要国家化 那是不可能的 只要体制存在一天 那些东西都是片汤化 不是硬货 因为刘志军已经被开除出党了 所以自然中宣部要开足马力 把他的罪名都要罗列出来 罗列我相信都是司空见惯了 就是数改改 内容不用改 这文章最好写 人民日报在他网站当中 有一篇报道说 刘志军收受巨额 贿赂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铁路系统爆出的严重腐败问题 应该负有主要责任 而且他道德很败坏 道德败坏就是说 他至少有十个情人 其中有知名演员 就一大堆就是这个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都不是新闻了 还是那句话 我当官不找女人 我废了 我残废 对吧 我当官我不挣钱 我也残废 我能残废吗 哥们我容易吗 我今天爬到这份上 我要模样 不一定对得起大家伙 那我要权利 我绝对对得起你们 谁跟着我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 这党的官甭 无论他是哪个级别的官 他对下属一定是这态的 对吧 既然是独裁的 那就是权利拥有的 既然是专政的 那在一方 一个地方 一个部门 我就是党的化身 当我是党的化身的时候 你们都得伺候爷 伺候姑奶奶 太正常了 那网上就提到另外一个消息 那个消息又跟王立军 薄熙来有关系 那文章的点得很直接 当今中国著名的女影星 参与到 或者说不知道是被迫的 还是主动的 反正是在王立军 薄熙来这件事情上 自己有一份 苹果日报这么说 卷入薄熙来岸 一位姓张的著名女影星 卖肉这件事情 被国内审查 禁止出国 其实我早已经看到这个消息 那今天这个消息 应该他描述的非常详细了 那这种详细程度 包括徐明 作为中间人 就是拉皮条了 而且他是付款的 然后怎么去找着 这位姓张的女演员 然后怎么去介绍给 薄大公子 那薄大公子呢 工作很繁忙 所以很劳累 需要放松一下 就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有多少钱 徐明再给钱 就这么点事 那他提的很详细在哪 包括说 在北京国际机场 附近有一个地方 另外呢 徐明在北京西山地区呢 也有一个会馆 那这两个地方呢 薄大公子呢 曾经享受过 这样的松弛的生活 那第一次的享受的时候呢 徐明掏了一千万 就是价码不同了 大家想想价码也不同了 一千万也确实是个数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陈希东冤的 82当初被江泽民给弄下去 泼了一身尿子的时候 那才几个子啊 大概十万是二十万 大概是这么点数 人家 对吧 一下子 一千万 据说这位宁远员在这行呢 很出名 说大概前后十年 不是一天两天了 前后十年 弄了七个亿 弄了七个亿能影响GDP 大家想七个亿 是不是能影响GDP了 所以那具体这个宁远员说 最后现在如何如何呢 文章介绍也挺详细 徐明大概在几年前 第一次跟他有过接触 那徐明当初最最一开始 掏的价码六百万 文章介绍都是这些 我自己看过的之后呢 给我的感触呢 这些当官的当朝当官的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这个层面 开会的时候穿着名牌西服 而开会的那一瞬间 脑子里可能正想着 今天晚上徐明给我安排的谁呀 价得高点 对吧 咱得尝点心心的 这个 这就是这个 另外一条消息 这个消息呢 我相信跟今天的社会呢 有点关系 因为呢 南海那儿是打不打的 很多朋友们 爱国的青年们 和爱国的老爷们们 是不是老爷们 反正就是爱国的男人们 女人们 一直在纷争的 那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在很多期节目当中 我也说 我其实实际上不爱说这些事情 因为总觉得这些事情呢 完全是共产党 就没什么可看 那有些朋友呢 有同意的 有反对的 问题不大 今天出条消息 我就跟大家再阐述一下 我自己对爱国主义的看法 法广的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对于越自卫反击战 退伍老兵 广州示威 要求生活照顾 文章讲说 大约300名曾经参加 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的 解放军老兵和家属27号 在广州举行示威请愿 他们在省政府部门高举横幅 要求当局履行诺言 改善他们的待遇 当局排除了大批公安 在现场戒备 又一度封锁了 省政府门前的东风路 那示威者后来和平结束 退伍老兵陆续散去 1979年 邓小平发动了自卫反击战 在自卫反击战之后 邓小平重新掌控了中共的军权 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真实的目的 文章讲说 当年参加自卫反击战的老兵 现在连基本生活费都不能保证 每月收入甚至少于400块 那在这个情况下 有些人因为战争丧失了工作能力 又不能获得照顾 所以在今年以来 在广东湖南广西等地 频频发生了越战老兵示威事件 其中有一个人提到说 他大概负伤31年 他说到2010年负伤31年 他才得到了政府的抚恤金 而政府对这位伤兵的抚恤金 一年是30块钱人民币 更要命的 后面他是这么讲的 这位受伤的老兵说 他同其他参加过越战的退役军人一样 他对当年为什么出兵一事 至今都是一头雾水 我们已经年过半百 正因为老了 一些战友开始回忆当年那场亲历的战争 在这场所谓的中越自卫反击战当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奇怪的现象竟然出现了 居然很多人找不出 或者说根本理不清 当初为什么打这仗 这场战争的起因到现在没有任何公开权威 令人信服的这种解释 甚至连当年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张胜 张爱平之子 他自己写了本书 从战争中走来 以及潜伏大陆的最后特工中当初说到 作为当年的国防部长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了自卫反击战 玩吧 我觉得大家就这么玩 为什么打自卫反击战 什么都不为 邓小平说了 要让一少部分人富起来 李鹏的女儿说了 国企必须掌控在我们这样的太子党手里 给别人不放心 老兵死了 是为了他们 孙子 儿子们 能够掌握国企 保证红色江山 永不变色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